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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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参加完拉链动员 回到宿舍的女生们 都在为明天的活动 做着最后的准备 明天一早 她们将和全校 三百多名男国方生一道 参加全程150公里的 野营拉链活动 为了帮助第一次参加拉链的 两名低年级女生缓解压力 高年级的学姐们正在为她们示范 如何打背包和整理装技 并向她们传授长途行军的常识和经验 第一次参加拉链活动 张欣彤此时显得有些紧张 就是怕那个明天在那个吊队什么的 毕竟那个刚过来体能 也不如他们大师的强 张欣彤1990年出生 2009年考入辽城大学 2010年经个人申请 通过组织考核后 成为了一名国防生 从小就挺崇拜军人的 然后自己也想当 结果就没想到 真的那个如愿以偿了 残军是张欣彤从小就有的一个梦想 花木兰的故事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她 然而当梦想真正实现的时候 她却感到有些失落 每天出操训练 叠被子 这一系列的琐事 让张欣彤感到了一种无奈 在张欣彤看来 叠被子跟军队的信败话 根本扯不上边 可是后来 刘干事也常说一句话 说整的不是内务 叠的不是军备 是作风 后来才渐渐地明白了 一无不扫和一扫天下 对于隔壁宿舍的这几位女生来说 似乎要轻松许多 因为她们都曾经有过拉链的经历 由于前一天晚上得了急性肠炎 刘玉杰的身体显得有些虚弱 刘玉杰 刘玉杰1989年出生 2008年成为辽大 第一位直接录取的女国仿生 也是辽大首位女国仿生 就是觉得大学里边 空闲时间比较多 觉得很浪费时间 我喜欢比较紧张 比较充实的生活 所以就选到了宝国王生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响起 十名女生和男生们一道 迅速集结 整装带发 这次拉链活动采用徒步行军 和摩托化开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反正预定方案 尖刀班和女生班被丢排在队伍的前列 四十多公里的徒步行军 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轻松俏壁的快板 一路上为拉链增添了不少欢快的气氛 而此时的刘玉杰由于急性肠炎的影响 有些体力不支 疼痛令他感受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自己还能完成这次拉链任务吗 而这种压力在他刚刚入学后不久 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那个时候因为个子比较小 然后全中就只有我一个女生 明天早上跑操的时候 就是他们男生步子比较大 然后跑得也快 经常跑着跑着就把我给跑丢了 那时候在辽大的训练场上 总能看到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这对于刚跨入国防声行历的刘玉杰来说 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 因为你一开始来你就掉队了 我感觉这样是很不好的 强力的自尊心促使刘玉杰下定决心 要尽快改变自己在训练场中的狼狈形象 然后我就每天晚上我就偷偷地跑出去自己家练 多少个夜晚 当其他同学在花钱月下聊天上网 洗漱休息的时候 刘玉杰却独自痛并快乐地坚守着自己的执着 我觉得这个跑操问题上 首先是最基础的一个问题 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一定要克服 不然以后就没法走下去了 三年来 刘玉杰就是带着这份执着和自信 走到了今天 成为了唯一一名男生模拟联维的女指导员 警报响起 姑娘们迅速做好了防敌机侦察的隐蔽动作 警报警出 为了增加徒步行军的难度 这次拉链专门设置了防敌机侦察 快速通过沾染地带等复杂情况下的多个战术课目 经过20公里的负重徒步行军后 临近中午12点 部队到达了休整地域 此时姑娘们开始体会到了这次拉链的艰难 近六个小时的奔波 姑娘们除了较大的体力消耗外 部分女生开始出现不同的伤情 尽管姑娘们依然很乐观 但随着伤病耗的增加 接下来的行程还是令人有些担忧 桃树林里的气氛开始渐渐变得轻松起来 但此时张心彤却在独自沉姿 也许心中原有的那个梦想中的舞台 又勾起了她的遐想 上大学前 张心彤就是一个音乐和舞蹈爱好者 对自己的未来也有过一番美好的设想 以前我们很多姐妹在一起表演 然后大家非常开心 然后经常谈到以后 说是我们一定要组一个舞团 然后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 学院里的舞台曾经是她追逐的一个梦想 并一直伴随着她走进了大学校园 觉得站在舞台上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非常喜欢那种表现自我的感觉 还有大家的掌声 可是现在看来他们都还在坚持 只有我选择了国防生这条道路 要得到必先舍弃 放弃了自己舞台梦想 虽然有些遗憾 但张心彤说 她并没有后悔 更没有逃避 虽然确实是失去了那个舞台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有另一个舞台可以展现自我 这也是自己的一个梦想 既然选择了 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全体注意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休整后 姑娘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行进 下午第一个十公里的徒步 虽然没有设置战术课目 但在行军速度上 比上午要求更快 随着拉链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 姑娘们的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 他们能否完成这次拉链任务 让所有老师和领队 都捏着一把汗 别一节因腹痛难忍 在同学们的劝说下 停了下来 冰清的加重是刘宇洁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她还是坚持要回到队伍当中 她觉得不能因为自己个人的原因 而拖了整个女生般的后退 那还是刚入学后不久 刘宇洁和另外被选拔出来的五名女国防生一起 参加了山东省军区组织的国防生综合素质展示活动 她们国防生又姐妹 不仅要担负心理拓展训练课目的展示 还要在晚会上集体表演一个节目 那个时候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西校住 所以就是每天来中校训练 除了白天的训练 晚上还要为展示的那些晚会所准备 辽城大学的东院和西院相距有三四公里远 那段时间 刘宇洁每天一大早就要赶到东院 晚上十点多钟才能返回西院 那个时候秋天过了冬天了 已经风特别大 自己回来的那一段夜路感觉特别难熬 寂静的黑夜 慢慢的长路 伴随着一个绝境的女孩 保护了一个多月的酸楚和孤独 自己骑着车的时候 风吹过来就感觉就像是刀在削脸一样疼 那个时候 就是边骑车眼泪就止不住的流 就往下流了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刘宇洁真正意识到 多一名女国防生真的不容易 而当苦涩的泪水变成希望的信念时 她明白 这一切都是为了国防生的荣誉 紧接着的摩托画开进 让姑娘们有了调整和休息的时间 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强度的拉链 加上早晨起的早 张欣彤很快就进入了梦想 经过50公里的摩托画开进后 下午4点 部队进入了以泥泞的土路 飞沙的荒野为主的复杂路段 这次指挥部突然改变了行军计划 要求队员们采取分舰制多梯队机动 10公里徒步和3公里奔袭结合的方式 赶到最后的集结地域 和男生一起进行3公里奔袭 对于姑娘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他们逐渐达到了自己的生理极限 在进行最后奔袭前 张欣彤突然不慎扭伤了脚 此时张欣彤脚步的突然扭伤 又加重了所有人的顾虑 女生班还能坚持到最后吗 要不上车上去休息休息 不想上车 先给我随时往下吧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 张欣彤又坚强地回到了队伍当中 对于张欣彤来说 虽然加入国防生队伍的时间不长 可以接受了不少的考验 其中拓展训练就是女生们最难过的一道看 在首次高空跨越断桥的训练中 张欣彤就经受了一次近乎煎熬的体验 站上后空那一刻 我都感觉腿都在发抖 我都想哭 内心的恐惧 还有紧张不安 各种情绪都有 然后非常害怕 可是当时领导们问我行不行的时候 我还是坚定了说个行 其实当时心里没有多少底气 那一刻他忽然感觉到 那一小步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跨越 更是在为国防生跨越 我觉得上去了就不能丢人 当时心里就想起一句话来 就是逼自己一把你就优秀了 孔中一小步 人生一大步 张欣彤终于成功地迈出了他人生 坚强的一步 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而且做过一次之后 信心就增加了很多 因为我相信只要跨过去那道坎 人生就会非常光明 生病拉肚子 怎么办呢 最后这一公里 就是我们毅力的考验 我们大家一定要发愿 穿起互助的警示 坚持 再坚持 还能不能坚持 同学们 有 将近 最后的冲刺开始了 此时失敏女生 已有七名出现不同程度的伤劲 但在巨大的考验面前 这些可爱的姑娘们 没有一个选择放弃 咱们走 加油 为了不拖自己踢队的后退 在男生们的鼓励和带动下 姑娘们强远的疲劳和伤痛 仍然坚持跑在队伤的最前面 现在同学们比较疲劳 特别是一种疲劳 基本上就是一种精神的坚持 为保证没有一个人掉队 他们不断变换着次序 把身体不好和受伤的同伴 安排在队伍的中间 快快快快到中点了 给她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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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女工房身班集体冲过终点 她们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了全程150多公里的拉力 以实际行动证明的自己 能够担当的能力素质 我没越时间吧 我会觉得我好 你再站上去 姐妹情深 我团结这个力量 一来的照相 红红的星辰 永恒红约的训练 常常有我们寻找 叹起了思念 老挤着诸佗 向着明天的火热 军营放不出乎者 在采访当中 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坚持 在辽城大学 国防生和普通的大学生不一样 对列体能训练等 十一门军事课被列为专业核心课 他们比普通生要多修二十二学分 残酷的淘汰机制 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要始终伴随着他们四年的大学生活 在又一个木兰花开的季节里 他们或许会天歌一方 但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去处 那就是军营 祝福这些未来的军中绿花 在军营这个特殊的舞台上 绽放出他们多姿多彩的人生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节目 再见 深深学子与鞋笔从容 却遭遇诈骗团伙 守法商人想支援国防 却碰上可疑的谜局 假军装为何频频出现 假军车的背后又是怎样的骗局 和平年代栏目与观众共聚周末故事会 男女主持人联手讲述军营新事厅 打奖全攻略